各位中午好 欢迎搭乘凤凰五件专列 我是郭阳子 大家午安 我是王峰 进入今天的五件焦点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近日为即将出版发行的复兴文库 做题为在复兴之路上坚定前行的序言 习近平在序言中指出 修史利点 存史启治 以文化人 这是中华民族延续几千年的一个传统 编撰复兴文库是党中央批准实施的重大文化工程 在党带领人民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之际 这部典籍的出版对于坚定历史自信 把握时代大势 走好中国道路 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习近平强调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伟大的民族 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近代以后 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 团结带领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 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 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 通过革命 建设 改革 各个历史时期的不懈努力 迎来了从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习近平指出 编撰出版复兴文库 就是要通过对近代以来重要思想文献的选编 树露先人的开拓 启迪来者的奋斗 当前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 我们更需要以史为鉴 查往之来 要在学好党史的基础上 学好中国近代史 学好中国历史 要坚定文化自信 增强文化自觉 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要萃取历史精华 推动理论创新 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时代化 要坚定理想信念 凝聚精神力量 在新时代更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贡献智慧和力量 防卫室综合报道 近日 中共中央组织部负责人 就党的二十大代表选举工作的有关情况 接受了记者采访 中央组织部负责人介绍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党的二十大代表选举工作 顺利完成 全国三十八个选举单位 分别召开党代表大会或党代表会议 选举产生了2296名出席党的二十大代表 中央组织部负责人介绍 党中央高度重视二十大代表选举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 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 和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进行研究 多次听取汇报 做出重要指示 提出明确要求 各选举单位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坚持以党章为根本遵循 坚持党的性质宗旨 把加强党的领导贯穿代表选举工作 全过程 充分发扬党内民主 严格资格条件 严密产生程序 严肃选举纪律 结合实际制定实施方案 扎实做好各项工作 各选举单位选出的代表 总体上符合党中央规定的条件 具有较高的思想政治素质 良好的作风品行和较强的意识能力 在各自岗位上做出了明显成绩 是共产党员中的优秀分子 代表结构和分布比较合理 各项构成比例均符合党中央要求 具有广泛代表性 中央组织部负责人介绍 当选二十大代表中 生产和工作第一线党员代表比例得到保证 女党员代表数量增加 少数民族党员代表比例保持稳定 代表分布广泛 年龄结构合理 文化程度较高 这充分表明党具有坚实的阶级基础 和广泛的群众基础 具有心火相传 生生不息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 二十大代表选举工作顺利完成 为开好党的二十大奠定了重要基础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中共中央组织部负责人 介绍了党的二十大代表选举工作的有关情况 包括如何保证选举代表质量 以及严肃选举纪律 确保风轻其正 中央组织部负责人介绍 为确保代表质量 选出符合党中央要求的二十大代表 各选举单位充分发挥党组织领导把关作用 坚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 把劳连结底线 层层审核严格甄别 真正把信念坚定 政治过硬 作风优良 轻正连结的优秀党员 选为二十大代表 一是严格资格条件突出先进性要求 严格按照党中央规定的代表应具备的思想 政治 能力 作风 业绩 履职等六个方面条件 进行推荐提名 引导基层党组织和党员 坚持标准 好中选优 二是严把政治观 普遍对人选进行严格组织考察 突出政治素质考察 着重了解人选政治判断力 政治领悟力 政治执行力 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等方面的表现情况 一些选举单位细化人选政治标准具体要求 三是严把连结官 认真落实四必核查要求和连政意见双签字规定 综合运用巡视巡查 信访 审计 专项督查等结果 用好规范领导干部配偶 子女及其配偶 经商办企业行为等成果 梳理党纪政务处分情况和民主生活会 组织生活会所提意见 综合分析严格核查 对人选进行全面体检 对不宜作为代表人选的进行调整 四是严把身份官 进一步界定党员领导干部 生产和工作第一线党员 及公认农民专业技术人员党员的范围 对人选身份进行严格审查 防止身份失真失实和顶帽子现象 中央组织部负责人介绍 党中央明确要求 二是大代表选举工作要严肃政治纪律 组织纪律和选举纪律 确保风轻弃政 各选举单位按照党中央要求 始终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 严明纪律严格监督 以坚决的态度果断的措施正风诉计 一是加强教育引导 坚持教育在先 警示在先 预防在先 二是严格落实责任 逐级明确工作责任 加强督促指导和执计问责 层层传递压力 把各项纪律要求落到实处 三是强化全程监督 针对问题依发环节和重点对象 建立健全提醒和监督机制 督促党员干部严守纪律规定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中共中央组织部负责人 向记者介绍党的二十大 代表选举工作的有关情况时表示 在这次代表选举工作中 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 参与率非常高 是一次充分发扬党内民主 走群众路线的成功事件 并体现了广大党员的意愿 在提及二十大代表选举过程中 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 参与情况时 中央组织部负责人表示 党中央要求二十大代表 推荐提名从基层开始 所有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参加 从各地各部门代表选举情况看 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 对二十大代表选举工作 表现出极大政治热情 参与积极性非常高 各选举单位采取多种措施 组织发动 引导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 积极参与 中央组织部负责人说 各选举单位基层党组织参与 实现了全覆盖 党员参与率平均达到 百分之九十九点五 广大党员反映 参与二十大代表人选推荐提名 增强了荣誉感和实命感 受到了一次理想信念教育 和党性党风党纪党史教育 提高了思想认识 纷纷表示 要扎实做好当前各项工作 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 二十大胜利召开 而谈及这次代表选举工作 在提高党内民主质量和时效方面的举措 中央组织部负责人表示 党中央强调 二十大代表选举 要充分发扬党内民主 注重提高民主质量和时效 各选举单位认真贯彻 落实党中央要求 尊重和保障党员代表的民主权利 积极创造条件 引导党员有序参与 使代表选举工作 成为一次充分发扬党内民主 走群众路线的成功事件 产生了良好效果 这次代表选举工作也体现了广大党员的意愿 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一是充分征求意见 采取三上三下的办法 开展代表人选推荐提名 充分征求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意见 确保代表人选能够体现广大党员意志 二是集体研究确定代表人选 认真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 既充分发扬党内民主 又发挥党组织领导把关作用 三是坚持插扰考察 插扰选举 在组织考察中 普遍实行差额考察和考察预告 逐级差额临选 综合比较选优 并对初步人选进行公示 确保人选组织放心 党员信任 群众公认 凤合一事 增合报道 今年是非盟成立20周年 中非深化互利合作 也迎来重大的契机 有南非的专家指出 中非在文化上 其实有很多相似之处 双方的合作 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请看20大前瞻系列 是说中国共发展 南非片 中国共产党将超开 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这是中国发展中 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时间 而今年也是非盟成立20周年 非洲中加快实现工业化 一体化和现代化 朝着非盟2063年议程的目标前行 凤凤文士采访了南非约翰尼斯堡大学 非洲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孟大维 深入探讨中非关系的未来发展 孟大维与中国的故事开始多年前 当他还是小孩的时候 具体中国一直支持南非凡种族隔离争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长大之后 他从事学术研究 研究领域多与中国有关 太多次访华 对中国和非洲的发展历程和关系 有着深刻的见解 常常在南非媒体发表有关中国 中非中南等题目的文章 为生化中非交流发挥了重要作用 多次的反华形成 使他认识到 中非虽然在地理上相隔很远 但在文化上其实有很多相似之初 中非人口总量达27亿 超过世界的三分之一 经济总量约占世界的21% 双方以中非合作论坛会议成国落实为机遇 不断拓长合作领域 将中非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推进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 同非盟2063年一程 非洲大陆自贸区建设和非洲各国发展战略紧密对接 孟大为认为 中非在不同领域上的合作和交流十分重要 孟大为指出 中国减贫成就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有着重要的歧视作用 让人们摆脱贫困也成为了非洲人民向中国学习的核心课程 世界的注意力转向中国共产党 将召开的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非洲的国家和人民也期待着此次大会 有助推动中国和非洲的关系不断卖上更高的水平 凤凰威士 莎伊德 南非约翰尼斯 宝报道 稍后回来带您继续关注的有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称 美方坚持一中政策没有改变 而中方在联大会上表示 全面禁止核武器是各国的共同夙愿 欢迎回来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国葬仪式 当地时间27号下午2点开始举行 当局出动约2万警力 加强戒备 确保葬礼安全 安倍国葬仪式在东京舞蹈馆举行 当天一大早就有民众陆续来到 舞蹈馆附近的公园献花悼念安倍 东京警示厅和各地警方派出约2万警员 严加戒备 并围绕舞蹈馆周边 在东京都中心地区大范围实施交通管制 也有部分的民众在葬礼仪式现场附近 示威抗议 反对国葬 根据报道 出席国葬仪式的国内外嘉宾 约4300人 其中700人为外国首要嘉宾 包括美国副总统哈里斯 印度总理莫迪和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等 安倍国葬开支大约17亿日元 民调显示约6成的日本人反对为安倍举行国葬 相关消息马上连线正在东京舞蹈馆现场的 本台驻日本记者李淼 李淼中午好 我们介绍一下前方掌握的最近消息 杨泽好 王峰好 我现在就在东京舞蹈馆附近 这里距离舞蹈馆差不多有100米左右的距离 大家能看到在我身后呢 这里是设了一个普通民众可以去献花的这样的一个献花台 那么再有一个小时左右呢 国葬就正式开始了 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很多民众啊 今天早晨9点半开始来这里献花 刚刚我们采访两位民众 一位是从歉业赶来的 他说呢 他为安倍以这样的方式离去呢 感到非常的悲痛 另外一位从歉与赶来的男性对我们说呢 他认为安倍执政期间呢 非常多的可以称赞的政绩 但同时呢 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啊 也能够听到 在会场附近呢 刚刚是有一个大规模的市民团体在这里进行反对示威游行 反对派的声音就认为呢 安倍这次不应该为他举行国葬 还有人举着标语在这里说 现在是最后 岸田也可以在最后一刻取消国葬 还依然能够做出这样的决定 所以呢 在日本国呢 现在是有超过半数的日本民众呢 是反对为安倍晋三举行这次国葬的 另外呢 就是岸田目前呢 是已经开启了这个调宴外交 今天呢 包括印度总理莫迪还有其他的一些外国首脑 来自218个国家和地区的首脑和要人呢 是抵达日本 那么岸田呢 会陆续在三天之内和他们进行至少30次以上的这个外国要人的会谈 不过呢 这次目前岸田的支持率是相当的暴跌 能不能够通过这次国葬之后呢 到底有什么样的挽回之策 能不能够挽回民意 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 但是不可否认的就是 尽管日本民众非常同情安倍的遭遇 但是并不等于大家就赞同为安倍举行国葬 主播 好 谢谢林淼从前方带来的消息 那这次呢 出席安倍国葬呢 还包括了美国的副总统哈里斯 而哈里斯也有后续的韩国访问行程 那韩国国务总理韩德鲁在27号证实 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呢 将会在到访韩朝边境的非军事区 并称哈里斯此行是具有象征意义 那美国媒体也报道说 哈里斯在29号的时候 将会到访韩朝的边境事区 并会视察驻韩美军 那此行旨在强调加强韩美联盟 以及面对朝鲜威胁美国对于韩国的支持等 韩德鲁与哈里斯两人正在日本东京 出席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国葬仪式 那么两人定于当天的下午举行双边会谈 再来关注到的是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26号表示 美方坚持一中政策立场没有改变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会晤时 也曾当面传达这项立场 而王毅24号在第77届联大会议演讲时 也曾经再次强调中方愿意尽最大努力 实现联岸的和平统一 任何试图阻挡中国统一大业的刑警 都必将会被历史的车轮免碎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26号 在记者会上谈及台湾问题时强调 美方一中政策没有改变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中国外长王毅会晤时 也曾当面传达这项立场 普莱斯也指出 美方希望台海可以继续维持现状 中国国务委员间外长王毅 24号在第77届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演讲时 再次强调了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 王毅表示 中方愿以最大诚意 尽最大努力实现两岸和平统一 为了达成这一目的 就必须以最坚定的决心 打击台独分裂活动 以最有力举措排除外部势力干涉 任何干涉中国内政的图谋 都必将遭到中国人民一致反对 任何试图阻挡中国统一大业的行径 都必将被历史车轮碾碎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再来关注俄乌局势的最新动态 俄罗斯政府日前发出部分动员令 召集30万名预备一军人 政府承认部分动员令执行上出错 正在处理相关个案 对于有建议收紧边境管制 防止失灵的服役男子离境 克里姆林公就表示 目前没有任何计划要关闭边境 另外乌克兰四个由俄罗斯所控制的地区 在27号进入到最后一天的入俄公投 乌克兰政府表示不会针对公投 征兆和动员额外的兵力 俄罗斯政府日前发出部分动员令 召集30万名预备一军人 但有不符合资格的男子也被征兆入伍 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 已知悉有动员令出错 国防部及地方政府正做出修正 此外针对有俄罗斯议员提议 要关闭边境 禁止士林服役男子离境 同时在部分地区实施戒严 佩斯科夫就称不知道有相关的消息 强调目前未有做出任何有关的决定 而动员令掀起的离境潮仍然持续 至今已有大批俄罗斯公民涌入临近国家 有人表明不愿意返回俄罗斯 在俄罗斯及芬兰边境 有俄罗斯公民驾车排队通过检查站入境芬兰 芬兰当局表示 在过去的周末累计近1.7万名俄公民入境 较上个周末上升高达八成 有卫星图像显示 连日来都有离境车辆 在包括格鲁吉亚 蒙古 哈萨克斯坦等 与俄罗斯连接的边境口岸 大排长龙 乌克兰四个俄控地区入俄公投27号结束 据报卢干斯克及顿捏茨克的投票率 已经超过八成 哈尔松及扎波罗热就超过六成 乌克兰总统顾问波多利亚克 接受德国媒体访问时表示 乌方不会针对公投征召额外的兵力 但就希望可以得到更多武器支援 包括坦克 俄罗斯媒体早前报道 国家杜马最快本周可以表决 将乌克兰部分地区并入俄罗斯的法案 乌方连同西方国家都已表明 入俄公投不具法律效力 英国政府宣布向90多个 涉及组织公投的企业和个人 实施一系列新的制裁措施 当中包括为俄军出兵提供资金的 主要国有银行共55名董事会高管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7号是俄控地区公投的最后一天了 根据各地区官方的数据显示 四个地区的投票率高达六成到八成不等 而俄总统普京将会在30号就公投向国家动马发表讲话 我们来看本台记者来自于马里乌布尔的现场报道 我们来看本台记者来自于马里乌布尔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马里乌布尔的一个 鲁边的市场 当然了现在的生活还不进入 你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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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您这边 您好 一下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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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 这部军状态,这部军状态,如果军状态,如果军状态,的话,如果军状态,我们做得更好,我们做得更好,我们做得更好,我甚至不知道 現在在街上,您的生活嗎? 燃燒,水,但生活還沒有 而油? 沒有油,還要15年了,讓生活成為自己的生活 您的家庭是破壞了嗎? 沒有,我正在那裡有鑰匙 因为这种厉害的地方 没有尽量的灰热 没有尽量的灰热 这些灰热 拭裂都会丢掉 我们就会被拭除了 决定 完了 你用美衣的干费 你用美衣的干费 没有 还用美衣的干费 现在有关系 是你对还是对 我一直在 因为美衣的干费 因为美衣的总是 好看 这是美衣的 我以前曾經在北京,我以前曾經在烏迫,我以前曾經在烏迫,我曾經在烏迫。 你不想做了,我曾經在烏迫的一家人。 你会购买了这个鸡? 没有,这个鸡? 你会坐在这里看? 不是,我会有人看见,你会看见,看见。 ну честно плохо мы живем после войны очень плохо я не знаю зачем они воевали зачем это все дел зелинский зачем может быть это будет лучше для украины я не знаю или для нас для кого я не знаю воюют политики они мы мы мирные люди мы ничем не занимаемся мы как раньше работали на заводе дальше работали потом на пенсии живем вот сейчас я пенсионер что происходит ничего ничего не работает меньше ты пенсионер должен еще идти работать потом тебе жрать нечего понимаешь вот и все спасибо вам большое здоровье все будет хорошо на и лучше спасибо удачи спасибо а老百姓特别是在这个区域的我们可以看到在马里乌布尔也是遭受了非常战火的这种摧残 但是老百姓们还是认为生活还是应该有陽光那么以上的就是凤凰卫视 在马里乌布尔都报道 乌克兰俄控四地的入俄公投仍在持续当中乌克兰方面表示俄罗斯人无法为公投委员会找到足够的票数 梅利托布尔的居民不想与占领者合作当地公民是在俄军的威胁下投票支持俄罗斯 乌方表示投票的第三天占领者仅找到了20%的市民同意参加假公投 在大多数情况下梅利托布尔居民不会打开大门让俄罗斯代表进来 20%的人, которые удалось узнать,只有10% соглас了承受制作用的状态 而说对,这实际上是否则的民族民族的状态 但我希望说,这10%的状态,他们承受制作用的状态 这完全不是他们的思考,而是恐慌 费多罗夫还表示 在被证领土举行的假公投 目的是在这些被证领土上开始动员难信 现在最好的选择就是离开 俄罗斯主导的乌东地区公投 其结果早已众所周知 俄罗斯称是人民自愿选择加入俄罗斯 而乌克兰称之为刺刀下的公投 是俄罗斯再次玩弄多次使用过的侵略手段 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美国海岸警卫队26号表示 日前在阿拉斯加附近的白领海进行例行巡逻时 发现了中俄舰艇群当中包括中国的导弹驱逐舰 海岸警卫队指出 在本月19号海岸警卫队快艇 在阿拉斯加基斯卡岛例行巡逻时 首先发现了一艘来自中国的导弹驱逐舰 后来发现还有另外两艘中国海军舰艇 和四艘俄罗斯海军舰艇 包括一艘驱逐舰 全部编队一共七艘 一架C130大力神飞机为海岸警卫队快艇提供空中支援 海岸警卫队指出 虽然中俄编队按照国际规则和规范运作 但美方也会确保美国在阿拉斯加周围的利益 不会受到干扰 稍后回来带您继续关注的有 内地工业企业利润连续第二个月下跌 跌幅更进一步扩大 英镑对美元的汇价跌到历史的新低 而英国央行暂时无意紧急加息 欢迎回来进入到五间财经 亚太区股市在今天走出了分化的行情 向日本股市午后上升了超过0.3% 台湾股市则是在平盘的上方徘徊 韩国股市在市场担心经济衰退之下 下跌了接近0.9% 而内地胡申两市双双高开 随后一直在高位震荡 户指中午报3059点上升7点 升幅0.26% 半日成交1598亿人民币 深程指中午报10997点上升34点 升幅0.31% 半日成交2110亿人民币 香港股市方面 恒升指数低开16点 随后跌幅扩大 再创11年新低 超过260只股份 创一年新低 横指中午报17665点 下跌189点 跌幅1.06% 半日成交443亿港元 而受到周一 局期货价大幅调整的影响 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显著的下调 也创下了27个月以来的新低 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在周二所开出的 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报7.0722 比周一的中间价大幅下调了424个基点 这也创下了2020年6月30号以来的最低 另外 人民银行在周二进行了1130亿元的7天期逆回购 以及620亿元的14天期逆回购操作 利率和之前的操作支平 而总规模也创下了7个月以来的最高 而单日的资金净投放增加到1730亿元 内地工业企业利润连续第二个月下跌 跌幅更进一步扩大 国家统计局指出 工业企业利润恢复的基础仍不牢固 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 今年首8个月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 为55254亿元人民币 按年下跌2.1% 是连续第二个月录得下跌 按照公布的数据测算 单期8月份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 按年下降7% 首8个月的国企和股份制企业的利润都有所上升 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以及私营企业的利润则继续下降 但单期8月份 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的营收增长加快 利润有跌转升 小微企业的利润降幅也有所收窄 41个行业大类之中 有16个行业利润总额按年录的增长 25个行业的利润则有下滑 当中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以及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的利润增长都超过一倍 但石油 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 以及黑色金属演练和压岩加工业的降幅最为显著 分别下跌超过五成和八成 国家统计局工业司高级统计师朱宏指出 首八个月工业企业营收保持增长 利润结构也有所改善 当中电力行业利润在需求量剩下明显改善 消费品制造业也在促消费政策释放之下有所好转 但提到企业生产成本仍然较高 叠加外部环境不稳定 不确定因素较多 工业企业利润恢复的基础并不牢固 凤凰卫时综合报道 英镑对美元的会价在周一跌到了历史的新低之后 持续在低位徘徊 英国银行 英格兰银行暂时还没有采取实际行动 只是发表了声明 指出正在密切的监察市场发展 而欧洲央行的行长拉加德表示 未来几次议息会继续的加息 英镑对美元会价周一触及历史新低之后 英国央行 英格兰银行在周一股市收盘后发表声明 指货币政策委员会将会在下次会议上 对英镑下跌和财政计划做出全面评估 行长贝利在声明指出 正密切监察市场发展 并表明毫不犹豫把利率提升至需要的水平 以达到2%通胀目标 市场原本预期 英格兰银行可能会紧急加息 来应对会市下跌 但在当局没有强势表达 打击会市大幅波动的意愿 英镑对美元会价再度下跌 英国国库券收益率也大幅飙涨 五年期收益率升至2008年底以来最高 英国财政大臣科沃腾 周一继续拒绝对会市做出评论 交易员则预计 英格兰银行到了原定的11月议息会议上 才会加息 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和野村都认为 英镑对美元今年内会跌至平算或以下 另外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周一也表示 即使欧元区经济活动预期将会大幅放慢 但当局仍会持续加息 拉加德又指出财政措施也可以抵御通胀 但援助一定要是有针对性暂时和杜申定做的 因为广泛的财政措施并不能帮助货币政策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好 下节的您关注两岸消息 稍后见 欢迎回来 今天上午的7点50分 中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 使用长征6号运载火箭 以一箭三星的方式 成功地将实验16号AB星和实验17号卫星发射升空 卫星顺利进入到预定轨道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这组卫星主要用于国土普查 城市规划和防灾减灾等领域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香港 香港海外入境检疫政策调整为0加3 香港特需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 如果疫情可控没有出现反弹 当局会考虑提供空间恢复更多活动 但如果市民不遵守防疫规定 当局难以进一步放宽防疫措施 从海外或台湾地区入境香港的检疫政策 26号开始调整为0加3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 在出席行政会议前见记者时表示 0加3实施的第一天运作大致畅顺 在机场出现不少温馨团聚的感人画面 他认为整体社会反映正面 不过他也提醒这次防疫措施改动幅度较大 市民需要遵守当局的防疫规定 过去一段时间有超过40人违反红马限制外出 当局也找到超过1000人违反强制检测公告 实施0加3以后不少香港市民计划去海外国家或者地区旅游 旅游业界人士担心对海外旅客来港吸引力不足 李家超也被问到香港何时可以实行零加零 现在我们只剩下一天 很多其他我们相信的活动都会不断回来 包括一些展览 包括一些商务的客 他回来所带来的经济效益 以及之后可以辐射到其他不同界别的不同领域的 这个一定会发生 经济活动是一环扣一环的 当然我们都现在密切看着 在譬如我们推出之后 如果那个疫情的走势是符合我们的预期 我们在管控方面觉得反弹那方面 我们是控制到了 当然我们会逐步逐步按着实际情况 希望是给更多空间去其他的活动的 就在香港实施零加三的前一天 深圳举行防疫工作会议 提到要在外防输入上下更大功夫 加强口岸区域管理 全面强化深港联防联控 切实把外防输入避环避紧避延 李家超表示理解深圳的防疫措施 香港和深圳有需要合作抗疫 凤凰卫视显至香港报道 而李家超在回应本台记者提问时表示 虽然香港疫情出现缓和 但是零加三方案依然会带来不确定性 那对于方舱等社区隔离设施后续的用途 将会谨慎地参考疫情变化数据 做出充分的考虑再做安排 有消息昌特首您的首份的市政报告 可能会提及增加过渡性的房屋供应目标 那目前香港的这个疫情数字也是在下降 请问特区政府是否会考虑将早前做用作隔离 或者治疗的方舱社区隔离措施 以及这些设施作为过渡性的房屋供应使用呢 谢谢 有关我们现在用作隔离啊 等等的事实呢 我们会一直留意 它的使用状况 特别是疫情的变化 当然我们也会充分考虑 有没有其他用途 这个可能性 但是这个用途啊 要跟我们整体管控疫情 这个要求呢 要符合我们的整体处理呢 我们要看数据 看情况 也看我们疫情整体的变化 我的市政报告里面呢 对房屋方面当然都会有一个详细的交代的 好 相关的消息 我们立刻连线正在香港特区政府总部的本台记者王雨婷 雨婷你好 中午好 杨子王峰中午好 雨婷对于今早李家超在行政会议前的记者会 你在现场还了解到了哪些消息呢 好的 杨子 根据我在现场的观察啊 就是各家媒体呢 主要都是今天聚焦在昨日香港开始实行的零加三的入境的措施上 那么根据昨天各方的数据来看呢 确实在香港的这个航空业呈现了一个大大的一个复苏的态势 但是呢也有业界人士担心啊 说现在香港的市民其实掀起了一股出游热 那么这个出游消费的这个热潮呢 会不会影响本地的这个旅游业的之后的一些数据 包括餐饮业也是有这样的担心 那么行政长官李家超就表示呢 其实在短期来看确实有些行业会先受益 但是从整体的目的上看呢 这一次放开主要就是为了让香港的整个经济流动起来 从整体上来看对各行各业都是有很大好处的 那么除此之外呢 从9月30号开始呢 香港的5岁及11岁的孩童出入这个餐厅和电影院 也需要打第一针疫苗了 也就是需要使用这个电子针卡 那么根据我了解到的消息 就是在今天特区政府呢 将会发新闻稿 发布这个疫苗通行证的一个新功能 就是亲子针卡 也就是说呢 家长可以通过自己的手机 同时记录到自己孩子的疫苗记录 和自己的疫苗记录都可以在手机上出现 那么这样就避免小彤呢 自己单独出门的时候没有手机的情况 也是方便了这个疫苗通行证年龄下调的措施了 那么以上就是记者来自现场的最新情况 剩下的时间就交还给王峰和杨子 好的了解 也谢谢雨婷 当我们了解到了相关记者会的消息打理 再来看一下台湾方面 美国前国务卿彭培奥在26号晚上窜访了台湾 台湾的前驻外代表就平自 彭培奥是因为在美国没有了舞台 所以只好来台湾赚取收入 解决自身的经济的困境 但是呢 此举已经严重破坏了联岸关系 而民进党方面却自认为是台美关系的升级 实在是不明智 美国前国务卿彭培奥26号窜访台湾 这是他继今年3月窜台后二度访台 台湾方面声称 彭培奥此行主要是出席台商经贸论坛 并发表专题演讲 但涉外专家表示 彭培奥此行其实是韬金行 台美之间经贸他没有能力啦 他也不懂 不过我觉得他是来增进 他自己跟台湾的经贸关系 上一次他表面上说 演讲一下拿到15万美金 我觉得那还是表面的 一定还有按盘的 所以这一次我想他的收入绝对会高度于上一次 一个退休政治人物 企业不用智库不用 他就没有空间了 所以看起来他在美国应该是很落寞 应该是很软囊销色 那么我想唯一还可以解决他自己经济问题的 就是往台湾跑 评论认为彭培奥窜台已严重破坏两岸关系 但民进党方面却视为是台美关系升级 沾沾自喜 实属不至 台湾访问 包括前一阵来的裴附席 把这个两岸的局势搞得越来越紧张 那在这种情况下 其实对台湾是最不利的 因为台湾是高度迎爱经贸 那么经贸发展需要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 他们本来就是不治的 民进党这些 那现在大家感觉到自身的利益受到危险 大部分人是不希望战争的 那大部分对大陆也没那么多仇恨 民进党不断地散播这个仇恨 所以两岸关系走向这个缓和 走向一个共存共荣的发展 那么应该是未来台湾民意的走向 彭培奥上一次访问台湾 有民众抗议表达不满 这一次访台 彭培奥的行程大多集中在南部 民进党执政的县市 被外界解读为是要减少冲突 但彭培奥把台湾当成提款机的行径 已经让民怨沸腾 难以平息 凤凰维小兰 剑图金敏怀 台北报道 联合国大会26号举行 纪念彻底消除核武器 国际日高级别会议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 在会议发言中表示 拥有最大核武库的国家 应切实履行特殊优先责任 进一步大幅和实质削减 各自核武库 中方认为 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 最终建立无核武器世界 符合全人类的共同利益 是世界各国的共同夙愿 一段时间以来 个别国家执迷大国战略竞争 不断强化军事同盟 挑动阵营对抗 推进战略力量前沿部署 执意开展核潜艇合作 这些举动加剧核军备竞赛 与核扩散风险 阻碍国际核裁军努力 与彻底消除核武器 建立无核武器世界的目标 背道而驰 应该立即终止 耿爽表示 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 一国绝不能以牺牲别国安全 来谋求自身安全 中方呼吁国际社会 积极响应全球安全倡议 共同维护世界和平安宁 呼吁所有核武器国家 积极响应中方长期主张 采取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 拥有最大核武库的国家 应切实履行特殊优先责任 进一步大幅和实质削减各自核武库 为最终实现全面彻底核裁军创造条件 耿爽还强调 中国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 始终坚持自卫防御的核战略 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 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中国坚持把自身核力量 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 不与其他国家比投入 比数量 比规模 不与任何国家搞核军备竞赛 中国将继续 积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与国际社会一道推进核裁军进程 为建立无核武器世界 实现全人类共同安全 不懈努力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五千专列 再会 再会